出来就就这个女孩子呀 她被几个男同学强行安道在床上 任凭她怎么大声呼喊都没用 最后被几个男同学轮番欺负 而外边竟然是表情麻木的女同学们 这是一部关于校园霸凌的电影 就在刚刚男孩向她的脸上涂口水 她不敢反抗 同学让她高举板凳 她也默不作声 甚至向女同学说出了对不起 还被扇了大嘴巴子 故事开始于几天前 她叫小苍 是个爱好音乐的好孩子 脑瘫的爸爸拿着首尔大学通知书跑了进来 学摔在了地上 只是因为她太高兴了 回家的路上 还告诉自己会好好赚钱供她读书 开学的第一天 小苍的声音就把所有人都比了下去 而且还认识了好朋友胖妞 小苍还带着胖妞一起来见爸爸 刚开始 同学们相处得很融洽 还一起去河边练习发声 玩上真心话大冒险 小苍怕别人瞧不起 就谎称爸爸是做服装进出口生意的 这也引起了棒子的注意 第二天小苍独自练身时 被一个石头吓了一跳 一回头竟然是棒子 小苍刚想离开 就被棒子从背后抱住了 把小苍转过来就开始听她 棒子凭借俊朗的外表 很快俘获了小苍的房心 然后拉着她一起去草丛里 学习生理卫生知识 而这一幕正好被同学看到 还录了视频 傅佳女知道后非常生气 就找来胖牛发血 胖牛为了自保 就把小苍脑胆爸爸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说他们只是街边卖内衣的小贩子 这天知道真相的棒子找到了小苍 直接就是一巴掌 还说小苍欺骗她的感情 甚至还把眼头烫在了小苍的胸口上 然后潇洒离开 原来这都是傅佳女的安排 小苍爆发了 找到傅佳女两个人又打在一起 小苍拿起酒瓶警告傅佳女 不要背后搞事情 都很快学校知道了 傅佳女因为家境关系 要求学校开除小苍